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士garden,我回到德国了 休假回来,花园里面真的是干不完的活 这两天从早上的八点忙到晚上的十点 而且遇到了今年德国夏季最热的三天 今天终于可以新静下来分享一期刚刚修剪完的龙砂宝石 超级简单的,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开心中华养花吧 龙砂宝石的藤本修剪 所有的这些藤本修剪其实都挺简单的 特别是春花后的第一次修剪 特别简单,不用数花下几片叶 像这个,开拜了以后,你就找 比如像别人说花下两片叶,三片叶,不用数 找它最下边最强的一个芽点 鼓鼓的芽包点在哪,就可以了 看这个芽点特别饱满在这,这里会出芽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芽点不是很饱满 所以的话呢,修剪的时候就剪到这就可以 让这个顶端优势长这个芽毛 芽点上方保留几公分,把它剪了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想让它统一开花,你就统一花败,统一剪 像这样的话呢,它一般顶端中间的这些先开拜 开拜了以后呢,它这个地方是不会长牙的 你为了不影响美观,那你就把这个柴花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接近尾身了 那我都可以修剪了,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了 这个,这一树花下边,这个芽点不够饱满 这个芽点会比较饱满,那我就剪到这 这个是之前被梅花露咬断的,咬断了以后把它剪了 剪到这里就长新芽,长新芽以后现在它就已经开始有花包了 我从买回来的小芽,第一颗芽,头一年就开了两季花 今年是第二年,龙沙宝石长势很慢 就是要靠长强损才可以达到藤本的效果 下面的这些,现在它这么高,哪怕它分支长出来了以后 进行冬检以后,它还是这么高 不可能像别的藤本一样,随便长出一支分支 都是过半米的,能拉成一幅花墙 龙沙不行,它真的很慢,就是要靠强损 而且长强损呢,春季一次 还有就是秋季的时候一次 想让长强损呢,一定要追肥 花后第一批小剪比冬检简单很多 非常简单 这只下面这里都开始冒芽了 那肯定就是不用说了,就是保留这个芽 这个地方开始出芽了 这个开败了,那肯定就让这只芽长 毫不犹豫的,那时候平剪一刀就好了 很简单 找它下一个生长点 下剪刀 剪就是了 剪完了以后呢,再清理掉下边的这些 这些残花,叶片全部清理掉 以避免它产生下雨以后 产生这种霉变,生菌性感染 那整个植株就都黑斑了 我的灰霉变就出来了 龙山宝石有个优点 它很细的这种细致牙签苗 它一样能开花的 你想要打开花,你就给肥就好了 修剪以后呢,夏季不要让它休眠 我就开始要水溶肥,薄肥禽丝 淡肥,比例高一些的 每个星期,浇灌两次 就是很薄的肥啊 不能按照比例兑水的 那就完蛋了,太热了,绝对完蛋 前院的这棵种植了两年 长出了两根墙笋 所以修剪很快 它有些花没有败 我还是保留着继续赏花 再来看我后院的这棵龙沙 粉龙 然后你看,两个星期不在家 花就这样了 它的修剪呢,也一样 白色的这个是房子梅花露 吃我的月季的那个绵羊枝 可以看到这一株也一样 先剪掉蚕花 然后呢,看它下面的两个 这个芽点其实都差不多的 那就不管,留着 然后呢,剪掉这个时候 能看到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饱满 比上面的这个更饱满的芽点 那我就留下边的这个 它会长得更好一些 先剪掉蚕花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一只也是 先剪掉蚕花 然后看,你看,这有个鼓鼓的芽点 那就留它,不用动 先剪掉蚕花 这里已经有芽点 所以也不用动 剪蚕花,这里有芽点 下面就没有 那肯定就是这个了 所以龙砂的修剪 就是要找下一个最饱满的 剪掉以后 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再长芽的 然后它这个地方已经在冒芽了 所以我会再把它剪下来 保留这个强健的芽点 基本上都这么剪 然后先剪掉蚕花 然后再看 你看,像这个地方也不可能有芽 这个地方也是花 就是花枝 它也不可能有芽 所以就再往下剪 然后这个地方才有芽点 就是寻找它下一个芽点 花后修剪 就是这么剪 很简单 不用数叶片 就是直接找它下一个芽点 我这棵才种了一年啊 已经开得很棒了 这次修剪后呢 秋季还能再开一皮花 先剪掉蚕枝 然后找下一个芽点 下边的话呢 这几片叶子都挺饱满的 都可以留 先剪 这个也先剪 然后可以看 这里没有芽点 这里有芽点 这个地方有芽点 所以的话呢 我会把这上面没有芽点的 很剪一刀剪掉 保持顶端优势 就这么剪 我得 看一只手操作 一只手剪 有点麻烦 这个就有芽点 基本上都这样 你看这个都已经冒出来了 复花性 强的已经冒芽了 然后呢 这个提前剪的早的 这下都有花苞了 全部都这么剪 然后看 像这种芽点不明显的 剪掉后芽点不明显的 你就留上边的这个就好了 没有关系的 它会长的 顶端优势 你再怎么剪 它也是会长的 只是说 剪了保留的芽 健壮一些呢 它长得会更好一些 我要把下边的这些 春天播种的这个 嚼劲圈给拔了 让它根部的地方 透透气 全拔了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都要清干净 因为 进入七八月以后呢 天气一旦炎热的话呢 它根部的地方 一定要通风透气的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都会把 下边的这些全清了 修剪的第二步就是 找芒芝 弱芝 老芝 弱芝谈不上了 因为老芝我也已经修剪过了 主要就是修剪残花 看到芒芝可以顶端 剪掉一刀 就是刺激性的修剪 就是顶端剪一刀就好了 然后的话呢 特别短小的芒芝 可以直接把它清掉 没有问题的 然后 老芝枯枝肯定了啦 就是 干枯死掉的那些 也可以同时把它剪掉 就这么多 这个 春花后的地步修剪 真的不难 这里又看到一只 挺有意思的 所以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刚才我把这只残花剪了 然后呢 这里是没有芽点的 就是没有芽点 然后这里也没有芽点 然后呢 它第三节的地方 这长了一根新芽 然后呢 这个剪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让这个顶端优势 保留这根新芽长 然后上边的这些全部剪掉 这两片叶片剪掉 就是直接剪掉 然后保留这个顶端优势 这只芽长 它才能长得快和长得好 反正这个就形成芒芝了 因为这两个星期在长芽期间 需要养分很多 没有施肥 家里没有人施肥 像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顶端掐掉 也可以这样刺激性的 就是把它剪掉就好了 这下边的这些 你看 这个鼓鼓的芽包就会出来 它植物有生长的习性 它要活的 也就是道理 你不让它长 它也得长的 所以呢 你修剪呢 只会让它长得更好而已 包括这只 你看 这只下边都已经出来两个了 像这样的两只芽呢 都可以保留 这样两只都长得都很棒的芽 可以保留 后期再进行观察 这个也是 这个在看到的时候呢 这里 这里有一只很强健的 这里有一只很强健的 这里有一只正准备发芽的 都留 这个也是 这两只都留 并不是说龙沙宝石只开一季花的 现在剪了以后呢 它第二季花在八月底的时候 九月初八月底九月初就全部都可以开了 花败剪的比较早的 你看它第二节分支 它第二节长出来的芽 就是大概我一个手掌的宽度 它这里就已经有花苞了 在夏季当中不要让它进入缺水休眠的状态 就要刺激它生长 每天都得浇水 所以当你选择种植了月季就一定要给足耐心认真的对待 那你的花才会给你回报 好了今天关于龙沙宝石春花后的第一次修剪 分享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呢 请记得点赞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开心种花养花 下期再见啦 谢谢